好 我们看完了欧美地区 接着来看亚洲地区国际浮光会的 日本关东协会 日前是在浮光山的横滨部教所 举办年度会员大会 近70位的浮光人 他们齐聚在一起 共同地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双手合十高唱三宝颂 这里是浮光山日本横滨部教所 国际浮光会关东协会 年度会员大会 就选在这里庄严登场 协会大家长左左目杨子 站上舞台向佛光人们喊话 呼吁大家明年要继续洗手精进 弘扬佛法 而协会辅导法师如凯法师 则是搬出新云大师 新丑牛年莫宝花开四季耕耘心田 鼓励大家持续在佛道上耕耘 为人间佛教本土化 继续写历史 认为是日本横滨 综合报道